这是个在监狱出生的男孩,学会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玉瑾每天大喊的。 在这里,顶级税务师抢着帮他换尿布,黑帮大姐头为了能抱抱他,还专门去考了保姆上岗证,每天唱着搞笑的成吉思汗哄他入睡。 这些外界响当当的大佬,将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到男孩身上,时间匆匆,男孩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起码左思右想,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环境,他联系了断绝关系的母亲,母亲一身精致地坐在窗前。 公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让五郎知道孩子的存在,得到母亲的承诺,公主这才松了一口气,永济迈着小短腿,一步步跟着妈妈走出监狱大门,看着哭成泪人的儿子,公主的心宛如刀角,却只能狠心将儿子推开,看着他慢慢走向外面的世界。 可就在这时,母亲突然满怀歉意地看向他,随后一双长腿迈下豪车,正是永济的爸爸,他得意地看了公主一眼,就投也不回地抱着永济离开了,公主和玉友通通愣住,可认他们怎么哭好悔恨,全都无济于事,看着整日郁郁寡欢的公主,玉友们决定向五郎复仇,不仅要抢回永济,还要还公主清白,公主原本是财阀独生女,前男友五郎则是个凤凰男,用尽心思骗到了单纯的公主。 可就在结婚前夕,小三竟然找上了门,公主痛哭了一晚上,却迎来了小三被杀的消息,凶手向警方指认,公主就是他的幕后主使。 最后,公主被派12年,被网友戏称为杀人的大校公主,五郎则接手了他家的公司,三个月后还取上了大明星,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如今又抢走了公主的孩子,这口气怎么能忍得下去。 这是我见过最蠢萌的绑架团,一出场就亮相了眼,身穿深海战士服,再摆出招派动作,男孩看到后,眼镜瞬间就亮了,偶像的诱惑真是抵挡不住。 他偷偷看了眼后妈,皮颠的就跟着跑了,绑架他的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男孩在狱中的亲妈,监狱里的公主大人,今天派出了四名凶狠大将。 还有压重的冷静女,大家都叫她们,世上最邪恶的大妈军团,坏坏女团,这名还能再俗点吗? 刚出于业务不熟练,冷静女干打火打不着,差点被后妈逮个正着。 另一边,男孩的亲爹也接到了秘书的电话,这才得知永介被绑架,他急得满地乱转又毫无办法。 奇怪的是,他被警察的介入极为排斥,什么都不肯吐露,亲爹五郎煎熬的等着绑匪电话,坏坏女团这边却是其乐融融。 四个大妈一脸期待地看着永介拆礼物,永介看到喜欢的森狠战士手表,脑袋里冒出大大的问号,明明他只和圣诞老人说了愿望,怎么这些阿姨也会知道,小家伙十分有礼貌。 谢谢,但这不是的。 原来永介要的是深海战士,冷静女却买成了森狠战士,真不怪他,这战士那战士,种类比奥特曼还多,愣是把他挑花了眼,石头剪刀布,最后还是倒霉的冷静女被派去打恐吓电话。 五郎不知道坏坏女团的目的,连忙询问儿子安威,冷静女回头一看,孩子倒没什么事,就是他们这些阿姨快不行了,想要他们放了永介,五郎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马上报警,第二, 在圣诞节的直播活动上,坦白自己的罪行,还公主清白,五郎戏击败坏地挂断电话,美心纠结不已,晚上,在活动的最后30秒,五郎看着镜头,心里的天平忽上忽下,一边是儿子的安威,一边是自己的虔诚,最后,他很吓心放弃了儿子,直草草说了句圣诞快乐,就离开了现场,坏坏女团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无耻,那就别怪他们实行狠毒的B计划了。 这几个大妈刚出狱,就迫不及待地绑架了小男孩,蹲在他跟前,一脸宠溺地掏出了圣诞礼物,永介可是他们全监狱的宝贝蛋,为了救出监狱里的永介妈妈,让母子俩团聚,他们决定实施粗暴的B计划,那就得先引蛇出洞。 于是,五郎就接到了一通索要赎金的电话,金额之大,就算是他,暖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大姐头出场了,只见他拎着一包现金找上五郎,说要当面跟他谈投资合作,这可解了五郎的燃眉之急,立马让小秘书预约高档酒吧。 五郎如愿拿到了现金,一口闷了杯中酒,就赶紧回去熟儿子,走前他却注意到,这美甲怎么如此眼熟,大姐头慢悠悠地告诉他,美甲叫做监狱里的公主。 五郎再仔细一看,顿时吓得张大了嘴巴,这食指上的女人,不就是白天和他一起录节目的才走吗? 而中指上的女人,像好是节目组的化妆师。 食指上是一起看比赛的大姐头,小母子的女人正给他调个酒,而前女友公主也赫然在烈。 五郎下得直冒冷汗,这群女人是早就描上了他,此地不宜久留,他假装镇定的飞速跑向大门,又顺利逃出了电梯埋。 亚大妈赤手空拳,也不知道拿的电棍,可算等到了五立直爆表的小秘书。 五郎立马变身小白兔,躲到了小秘书身后。 结果,一方也不下去。 原来隐藏最深的是小秘书,五郎拿脑袋问号刚问出两个字,这回是彻底迷糊了,等他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还应景地扮上了圣诞老人。 没想到,儿子在这里玩得乐不思蜀,达达达地跑来跑去,瞅了半天愣是没认出这是他亲爹,难得大力没礼物的圣诞老人,又达达达跑远了。 老父亲简直欲哭无泪,这时五个深海战士闪亮登场,准备给他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正义审判。 最受欢迎的行男社长,被四个大妈绑架了,这事一出,立马冲上热搜,无数少女都在担心五郎的贞结问题,大妈们此时却只在乎一件事,这五郎怎么总勾引他们,冷静女眼神飘忽地拜托五郎。 五郎五语宁烟,有幸感受了女人被四郎觊觎的感觉,只是巴拉一下头发,李明星又发出尖叫,警告他少做这种撩刘海的勾认动作。 那不你们还是把我杀了吧,五郎期待地看向唯一的正常人,小秘书,好歹是旧相识,你能劝劝这四位大妈,做个正经绑匪吗? 言归正传,冷静女介绍,他们都是公主的育友,小秘书则是他们的预警,刚说到一半。 冷静女又扫得满头是汗,不行,必须得换个衣服,这男人不守难得,换完衣服,终于回归了正题。 坏坏女团让五郎从十张来,不然就用深海战士炸死她,可五郎死鸭子嘴硬,咬死了是公主买凶杀人。 更糟糕的是,坏坏女团的身份,已经被媒体扒了出来,成员的旧事也被广为流传,冷静女因为老公出轨,实在冷静不下来,一时上头刺伤了老公,大姐头则是提黑到老公顶罪。 男人嘴上说着自己承担,结果转头就扛车跑了,不仅把罪名甩给了大姐头,还趁机完成了交易,一单赚了四百亿。 这个心机的狗男人,财总原本是附加千金,圣诞节都能请来当红艺人表演,结果没多久爸爸就破产失踪,还留下了巨额债务,从此他最爱的就是香喷喷的现金,被警方查出逃税1.5亿。 女明星是个狂热的追星族,为了给偶像花钱,他不断掉男人骗钱,甚至还卖掉了价值千万的大钻戒,惹怒了未婚夫石油王子,最后被抓进监狱。 既然被搭了个底朝天,估计警方马上就能找到这里,可五郎不认罪,公主就还要在狱中受苦,到底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一阵蓬蓬的敲门声传来,外国育有小林,竟然把当年的杀手拐来了。 这下五郎是真的慌了神,几十号特警全副武装,却不敢靠近小男孩一步。 直到后妈焦急地赶来现场,男孩这才委屈屈地别嘴开哭,几个小时前,永介被一群刚出狱的大妈绑架,她却不知道,这些绑匪其实是她亲妈的好姐妹,为的就是让她亲妈的案子重审。 母子俩早日团聚,永介在警局吃得美滋滋,早把被绑的情别忘到了脑后,而绑架业务不熟练的坏坏女团,又不幸遭遇了第二次打击。 她们从天黑省到天亮,杀手小弟就会一句话, 真是五郎听了偷笑,大妈听了直灯腿。 天知道,这对话已经重复了108遍,五郎耻笑坏坏女团痴心妄想,无知小儿,你知道我们为了绑架你,起早贪黑的学习,有多努力吗? 在永介被抢走之后,一群半吊子大妈,就召开了第一次作战大会,讨论该怎么绑架五郎。 你们说的都是认真的吗?我的队友如此不靠谱吗? 冷静女也觉得方案20分不错,这下要学的东西可就多了,工作日在工厂上班, 一到周末,女明星和财总就去学习挖掘机,致力于挖出最大的坑。 到了晚上,女明星还要苦练调酒,以备不时之需,坏坏女团听着五郎的渣男声音,学得更来劲了,必须早日学会怎么造炸弹。 白天抓紧一切时间锻炼身体,就连监狱官都震惊了,这几个大妈打鸡血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被五郎的帅气迷惑,每天必须念叨一遍,五郎不可以,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直到小秘书发现了他们的复仇笔记。 四个刚出狱的大妈齐聚一堂,郑重地掏出复仇笔记,这一刻,他们决定重启三年前的复仇计划,营救出狱中的好姐妹公主大人,召集他们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服刑时的监狱教官。 就在刚刚,教官一身黑衣从街角走来,冷静女顿时感觉头顶乌云密布,不会是来阻止他们复仇的吧,除了酷酷地让冷静女服务,教官再没说过一个字,直到走前,才依偎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把冷静女看得汗毛倒立,直到她回到店里,这才看到了那本熟悉的复仇笔记,等她顺着地图找到仓库,月友们早就等候多时了,仔细一问,几人竟然都是被教官喊来的。 姨妹 冷静女掏出复仇笔记 上面满满的诠释教官的修改一件 最重要的就是放弃绑架武郎 改用武郎的儿子勇介做人质 而教官此时 已经顺利成为了武郎的小秘书 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 为了营救公主大人 计划就此开始 大姐头负责接近武郎 黑帮遗孀的身份一亮 武郎立马谄媚的上前套进骨 财总不甘示弱 立马安排了同一档节目 主动递上签名书 武郎也是来者不拒 两人感情急速升温 绑架的日子就定在圣诞节 几人铺上专属美甲 收到小秘书传来的情报 就直奔涌进而去 终于成功引来了武郎 可没想到 他们审了一晚上都一无所够 这时冷静女的男友 找出一段监控 正是武郎不拥杀手小弟的视频 可同时媒体已经把仓库围的水泄不通 这群大妈刚出狱 就绑架了好姐妹的渣渣前男友 都是为了帮玉中的姐妹洗掉杀人罪名 这下终于找到了武郎买凶杀人的视频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 而此时 武郎还在大言不惭地说服坏坏女团 如果他们现在肯投降 他就大发慈悲地不怪罪 也不会提起诉讼等等 人都去哪了 坏坏女团可没空搭理他 兴奋过后 就到了头疼的时刻 这证据怎么交给警方啊 坏坏女团表示震惊 要不先逃跑试试 万一武郎良心发现 真的不告他们呢 财宗可不抱希望 估计没跑多远就得挨抓 他还是帅气地带着证据去自首吧 到时候几个人理他就是最上镜的 说跑就跑 小秘书丝毫没提证据的存在 忽悠武郎叔他们就此认输 武郎头顶问号 真把我放了 果然渣男的话 不能相信 这祸刚被救出来 就全平台直播 绝对不会放过坏坏女团 为了早日破案 一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 必须告到底 坏坏女团逃跑不到一小时 就倒霉催地被抓了 只有财总十分有派头地到警局自首 对着媒体 他得意洋洋地高举证据 然后再得意洋洋地去自首 不过结果都一样 河家团圆的跨年夜 他们却只能在看守所里 吃着冰冷的河饭 这是小秘书从未有过的体验 心里不禁一阵难过 突然 冷静雨的歌声传来 正是他们监狱的午餐歌 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就像是回到了那段共同生活的日子 他们用歌声互相打气 即使会再次入狱 他们也绝不后悔 结果第二天 冷静雨的检察官男友 就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这个大妈绑架团可不得了 翻下一级绑架案 反倒成了国民英雄 甚至还把绑架过程写成了书 一发布就成为最畅销书籍 财总赚的何不拢嘴 大妈们绑架了凤凰男总裁 反倒发现他买凶杀人的证据 直接送上法庭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这男人还是闹副勾人的老样子 衣领差点开到肚脐眼 就为了赚取女性陪审员的好感 没看大姐头又心动了吗 这时 公主窃窃地走进法庭 她做梦都想泄掉杀人公主的污名 期盼着和自己的孩子团聚 检察官问五郎 六年前买凶杀人的到底是谁 五郎还不知小视频的存在 仍然泰然自若地污蔑公主 检察官直接甩出证据打脸 视频里 五郎将匕首扔给杀手小弟 命令他留下指纹 随后小心地放进密封袋 法庭里瞬间一片哗然 五郎的脸都绿了 随后 他故意让情人来挑衅公主 独留他一人到酒吧买醉 这时小弟拿着录音笔出现 又到公主说出了杀人委托 就这样完成了买雄录音的假证据 有着杀手小弟的证言 纵使五郎巧舌如簧 也不得不认罪 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 五郎将情人带到悬崖边 他边戴手套边阴森森地说 舍长已经知道两人的关系 再也不肯把位子让给他 可你说巧不巧 没几天那老头就中风了 这下半小时就只剩下天真的公主 五郎摆好刀尖位置 竟然直接扎进自己的后背 之后更是忍着剧痛将匕首震掉 成功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 谁都没想到 五郎为了社长的位置 竟然封成了这样 看着如此落魄的五郎 公主只觉得他可恨又可悲 而此时的法庭外 永洁还在一笔一画地画着他和爸爸 得知五郎已经认罪 后妈也只是松了口气 原来五郎这些年从没睡过一个好觉 每天起床都是满身大汗 或许今晚他会做个好梦 看着永界一步步走远 小秘书内心也是百感交集 六年的监狱生活 对于公主来说 几煎熬也珍贵 明明是毫无关系的监狱阿姨 竟然信誓旦旦的 要帮他洗情冤屈 任谁听了都会嘲笑的痴心妄想 他们却神奇地将他变成了现实 所以他今天才能站在这里 如此感动的瞬间 大姐投降的却是 颓废版五郎也是十分帅气 最后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妈们也开启了新生活 女演员成为了真正的演员 最讨厌的是 就是别人叫他阿姨 大姐投把组织交给了小弟 享受起歉意的退休生活 才准靠着绑架案一书 成为了大卖作家 冷静女则是她的专属化妆师 唯一的困扰就是 检察官男友太年人了 小秘书重新坐起了监狱关 这天 所有人齐聚监狱门口 公主终于等来了迟到六年的出狱日 她奋力一跳 从此天高海阔 就在这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 正是朝思暮想的永介 公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小小的永介解释 冷静女笑着告诉永介 公主看着健康长大的永介 紧紧地把她拥入怀中 这是她日思夜想的孩子 他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阿姨欣慰的目光中 永介一手牵着一个妈妈 回家啦